诶 圣牌里怎么有个大洞啊 我去 抓走了 小远 小远 你快看一下这个 这 这 这 什么呀 他的柱柔椰太长了吧 感觉像一只巨型章鱼啊 欢迎来到圣牌体系挑战第二期 今天又是一期圣牌恐惧者的复印 还是和以前一样 如果你觉得很害怕的话 请在评论上打上好怕怕三个字 如果你觉得一点都不害怕的话 就在弹幕上打出一篇半 这把波罗说直接来看第二篇看 哇 这也太大了吧 这是一艘巨型潜艇啊 这个潜艇对不多大呀 他的一个螺旋桨就有一个房子那么大了 有个小鱼雷 这个鱼直接就把潜艇给吞了 上一个视频里的潜艇又那么大 直接就被这个鱼一口吞掉了 那这个鱼得多大呀 看来这些生活在海洋身中的鱼 真的是大刀 我们不能想象啊 她的嘴怎么也亮不大呀 这是什么鱼啊 是这样啊 我去 感觉它后面的尾巴还很长呢 所以起码就数百丈吧 小伙伴哥 你们知道这种鱼是什么鱼呢 感觉这个鱼又像蛇又像饺子啊 嗯 美人鱼 嗯 游走啊 要不得它游走了 原来是巨型鲨鱼来了 那两个鱼还傻乎乎的在那游呢 可能是她俩的智商不太够吧 巨型骷髅 这太有压迫感了 她的心脏里点滴还得分光呢 怎么越来越近了呀 这个巨型骷髅在变成骷髅之前 应该是个超级大的巨人吧 这是信存经了吧 过来是不舒服啊 连手之后都是舒畅呢 看来这是个千年老数经啊 然后我要把真的救出剧 你觉得怎么样呢 点点关注顾鲤鲤鲤 我们下期精彩的继续 好吗 raine 谢谢 你的